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大盘今天还是一个震荡整理的格局 今天是小涨量能只有855亿 量能不够的时候通常大型股不会涨 只有中小型的股票会有表现 来我们看一下 今天是一个小涨的格局 盘中一路震荡 中场拉尾盘 小涨12点 大盘因为量能暂时的不足 今天只有855亿 所以我们说量能不足的时候 它没办法全面攻击所有的股票大涨 它只有中小型的股票有机会 原则上大盘就是一个震荡整理的格局 所以你看一天红一天黑 一天红一天黑 很正常 大盘目前盘面就是这样 那我们说量能不足的时候 你不要去买大型的股票 要买中小型的股票 大盘现在的特性慢慢地跟欧美 做一个接轨 所以你会看到大盘没有什么动物就在这里 可是有的股票涨翻天了 涨一倍 涨两倍 涨三倍 所以现在你不要放弃这个赚钱的机会 要找好的股票来进场 要不然错失机会你会觉得很可惜 懂意思吗 或许你前面机会错失了 现在离清明节很快 扫墓节 清明节快到还剩14天 不是刚刚过完农历年 怎么扫墓又要到了 当清明节到了 很快端午节又到了 端午节吃粽子一年就过一半 所以很多人到现在可能还在寻找第一笔的获利 因为你可能没办法找到好的方法 还赚不到钱 真的非常非常的可惜 你前面几个月 没有做到没有关系 后面还有的是机会 你只要找到好的方法 你就有机会在股票上赚到钱 来 去年涨什么 有啊 卢虹跟阳城 但是你可能不相信 大盘去年也没多好 可是有的股票涨 一倍涨两倍涨十倍 十倍怎么可能 它不涨十倍吗 涨了十一倍吗 所以你看一档股票这样 蹦就喷出了 所以你要小心中股票 你会找到赚钱的机会的 来 那比如说阳城 你看这短短多久而已 它不涨了一倍了吗 所以如果你会操作 一档股票涨一倍 那你可以赚多少 这很正常啊 你说这好像赚很多钱 这哪有什么 一档股票如果会涨一倍 你赚这个还很正常 这没有什么了不起 你也有机会 赚到这种股票的钱 懂意思吗 这都是机会天天有了 那我们说去年你不晓得 如虹阳城 那今天也有啊 晶电智慧啊 有吗 有啊 你看晶电 晶电涨多少 42到89一倍 那78已经快涨一倍了 那你晓得这里是买点吗 你晓得这种股票 应该一路爆上来吗 我相信你不晓得 晶电涨一倍 晶电已经快涨五倍了 有没有 有哦 这里388今天到450了 所以你看这样一档股票 不小心就涨五倍了 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方法跟技巧 能够在低档 知道这股票的买点 然后这样一路把它爆上来 同学朋友不要说四倍五倍啦 我想赚一倍你就很开心了 但是这种机会有没有 有啊 怎么会没有 这发生在眼前啊 怎么会没有 或许你就哇 380涨450几% 好高好高哦 今天到445了 不是380哦 又是供涨停了哦 分盘交易还是涨停板 这叫什么 叫强势股 所以你找到这种股票 你就非常的开心 你会赚到很多很多的钱 当然你会说 都涨那么多了 那还有没有 有啊 这涨72%很多嘛 还好啊 也没有很多啊 对不对 这都目前在发生的啊 这涨95%有没有很多 还好吧 对不对 所以你看低档一定有很多买进熏绕 然后喷出 所以要怎么样找到这种股票 这是我们要思考的方向 如果你找到这种股票 你还怕没有机会吗 有啊 这机会多得很啊 是不是如果你找到这种股票 很多很多买进熏绕 然后蹦就喷出了 不要说一倍啦 72%非常好啊 不是吗 同志朋友 所以你要少什么 要找这样的方法 找这样的技巧 找这样的股票来切入 这种股票叫什么 叫强势股 所以很多人买股票不喜欢买什么 我跟大家讲就是买强势股 懂意思吗 来 买房地产三料绝 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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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个朋友在做代销 在台北市做代销 做得非常非常的大 手边随时案子都有几百亿 他就跟我说他爸爸去买了西螺的一栋透天房子 十几年前买的 我说那恭喜啊 那你爸爸应该赚很多钱 他说没有 十几年前买一千七百万 现在要卖一千两百万 卖不出去 十年过去还倒赔五百万 那我说你不是代销天王吗 你爸爸买房子怎么还赔钱 他跟我说不好意思 我爸爸是不会听我的话的 我爸爸是在这里 我在这里 我是他儿子 他根本就不会听我讲 他代销天王也没有用啊 那爸爸买的房子买错了照样赔钱 十年过去了到现在赔五百万 最重要是什么 地段买错了 哦 问你那爸爸又不听他讲 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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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买股票要看什么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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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这些话抄起来 我讲的每一张图卡都有意义 周围又都可以印证的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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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股票看不懂趋势 你不可能赚到钱了 所以我们把时间回到刚刚那个 来 哦呦 原来这种股票会飙 很多买进信号出现会飙 有没有 导播把第四段的重播带准备一下 第四段先薄 有没有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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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來 我們先看製情 有沒有很多買進訊號 是不是很多買進訊號 這有16個買進訊號 當時股價190塊 102年7月12 190塊 但是你看不懂你就不敢買 這還在盤在這裡 你一般的K線 它是不會顯示這個的 只有股神系統 會顯示很多買進訊號 所以這種格局不是一樣嗎 有啊 跟這個格局不是一模一樣 最後它噴出了 唉唷 那在這裡 你一定會噴出 那最後有沒有噴出 對不對 190塊 190塊 7月12 在這裡 那最後是不是噴出了 268 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有這個方法 有這個技巧 那你告訴我你會不會賺到錢 你敢買 你會不會賺到錢 當然會啊 那你可以問張藝銘 那張藝銘你有賺到這場股票的錢嗎 還可以吧 對不對 應該還蠻不錯的 如果你一檔股票可以賺七八十塊 我跟你講你不得了 你真的不得了 不要說你將來多少錢 至少你在股市非常非常的開心 在股市每天開盤你都很開心 很多人都歡迎你 找你去演講 最近有個會員打電話給我說 喔他最近家裡好熱鬧多好多人喔 我說為什麼會多那麼多人 是你交很多朋友嗎 不是啊就很多人就 莫名其妙就打聽到喔 以前沒有很好的朋友通通來了 不但常常打電話給他 常常到家來泡茶 來問他股票 這樣打開給他看一下股神系統 你這檔股票什麼格局 有沒有找到什麼標股 喔他最近日子變得很有意義 因為可以幫助別人 他也可以幫助自己很開心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一檔股票 可以賺這麼多錢 投資朋友你告訴我你會不會很開心 應該會嘛對不對 唉唷天哪 怎麼有喔來 那我們說一檔股票 漲完之後他會休息整理 這段休息整理不要去切入 你切入也沒有用 所以這檔股票我出場 在去年的10月17 10月17之後我休息了幾個月 10月17 11月12月1月2月3月到的快要3月 最近才買進 休息了4個多月快5個月 最近才要進場 那你會問說 張愛銘你為什麼這5個月你都不買 這怎麼買 你買沒有用啊 來特寫 你告訴我這怎麼買 這怎麼買 這反正你要這麼沈重怎麼買 你們來到這裡 欸欸欸欸欸 好像三線翻多了喔 對不對看上來 唉唷252 所以到這一天 3月4號我才在進場 去年10月到3月4號 11 12 1 2 3 快5個月 這5個月沒有我不買 偷這邊喔 5個月 我可以忍5個月 但是一買進之後 來你看他 252喔 來 喔唷 很少看到漲停耶 買完隔天漲停 你多久沒看到之前漲停了 有沒有 喔 欸欸在這裡喔 有沒有三線翻多了 有喔 來今天高點 272 從252到272 請問這樣有沒有20塊 他這邊喔 我賣了沒有 我沒有賣 為什麼還沒走啊 賺這20塊我怎麼會甘心 那你會說張愛銘都會很習慣 操作熟悉的股票 沒有錯 我很喜歡操作熟悉的股票 懂嗎 手股一生財 操作股票不一定要換來換去啦 懂意思嗎 用對的方法做熟悉的股票賺最多 但是你要忍 這兩股票忍幾個月 我忍了五個月 五個月不買他 不理他 不看他 我最近常看一些啊 這個古裝戲 看到一些妃子喔 被皇上冷落很可憐 那皇上就不理他 就在冷宮裡面 在那邊啊 沒有人要鳥他 一被冷落 可能冷落很久很久很久 志勤這兩股票是這樣 我冷落他快五個月都不理他 可是買完之後 又漲停板 然後開始又賺錢了 股票操作是怎樣很奇妙的 該買的時候你才能買 不買 你就是不能買不能碰他 你碰到他也賺不到錢 套在裡面動彈不得喔 來 股票是很明顯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啊 不是啊 一翻兩轉眼 這個賭博 不是這樣喔 玩六合彩 沒有中就沒有了喔 他賺完一次以後 下次你還可以再賺 唉唷 原來如此 懂意思嗎 當然你會講說志勤 唉唷 今天早上272了喔 那你一定會說 那張以銘 你當時252真的有講嗎 你不要在那鬼扯耶 對不對 不要說252沒講 然後42在那邊吹牛耶 252這一天 304號真的有講嗎 304號講完之後 唉唷 隔天真的漲停耶 到今天 252已經變272了 高點已經來到272了 真的嗎 304號真的有講嗎 來導播請進衝播帶 有人說志勤怎麼樣 上一次我出場了 壓回城你這幾個月都不買 現在注意喔 開始又出現買進訊號了 懂意思嗎 這後面有細看喔 我們跟你說 開始又出現買進訊號了 後面有細看了 有沒有長起來了 長20塊了 來 那你看這格局不是一模一樣嗎 原來很多買進訊號後面就會漲 唉唷 原來很多買進訊號後面就會漲 投這邊喔 所以你看剛剛的志勤 又來了對不對 你看前面一波上漲 是不是 他一樣是因為很多買進訊號 完成之後 然後就開始飆了對不對 來我們把志勤當時的圖卡 找出來一下 來 在這裡 是不是一樣 一堆買進訊號出現 是不是190 後面漲到多少 268 投這邊喔 所以這樣可不可以賺到他的錢 應該還可以嘛 好像也不困難耶 對不對 投這邊喔 那你能做股票這樣 一檔股票賺這麼多 我想你應該沒有 一檔股票賺一萬了 可能就很少了 少了賺一千兩千就趕快跑了 然後一套套套套到斷頭不出場 來看完志勤 我們再看另外一檔 這檔叫基亞 來 基亞減漲停板 監盤好不好 監盤盤中 9.57分漲停 還跌了 大盤還跌了5點 大盤還跌5點 他漲停板了 投這邊喔 為什麼他漲停 你或許可以找到原因了 來 今天的蘋果日報來說 來 新料題材又來了 基亞活力在線 寫什麼來特寫 基亞 主要的這個競爭對手 這個外國的公司 因為他沒有達到 臨床實驗的這個標準 沒有通過 所以怎麼樣 基亞可能成為全球 首個治療 早期肝癌 這個藥的一個 唯一的一個 用藥廠 唯一的 所以這種題材下 基亞又漲停板了 今天報紙瞪出來要漲停板 那我什麼時候跟你講呢 基亞你看多漂亮 哎唷這跳空耶 這麼強 報紙利多發布 撲跳空 朋友 那我什麼時候跟你講 這段股票你要注意的 好像叫這檔嘛 這檔叫什麼 這不是上個禮拜我講的嗎 有沒有 是不是跟 哎唷天啊 又好多買進訊號出現了 有沒有 這麼多買進訊號出現 來特寫數一數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個買進訊號出現 天啊 趕快看看這什麼股票 哎唷 你如果說他是不是公司派跟你很熟 他打到跟你講 這檔股票要發力多了 才有鬼 我不認識他們半個人 為什麼上個禮拜我就跟你講 這檔股票 只是我當時把它蓋起來而已 有沒有 重播帶為證 來導播請進重播帶 一大堆買進訊號出現 未來會怎麼樣 大家一起來看啊 反正我到時候放重播帶給你看 然後我把這檔股票會打開給你看 你不要說 哇可惜又沒買 可惜又沒買是不是你 你一定不知道你不會買啊對不對 你頂多今天才買嘛 當然今天開盤就快漲停了 你最少要多6%來買 6%多少 不得了喔 股價快200 6%多少你自己算 懂得沒有 100多塊 12塊了 很可怕對不對 唉唷 不早就跟你講 當然我當時把股票蓋起來 有沒有 今天報紙一發佈 唉唷 什麼發明新料對不對 這個新料 這個英國公司 這個外國公司沒有通過 沒有通過達到標準 基亞成為全球唯一的一線廠 這時候當然他的這個 商基亞又來了 一開盤 你看開盤多少 開盤在這裡 開盤差2塊漲停 懂得沒有 開盤就差2塊漲停 你怎麼買 你沒辦法買 那如果你能夠前一天 禮拜五禮拜四知道 唉唷 不得了 你看多少人會來幫你抬交 我們都謝謝他 對不對 那是不是很開心 是不是很好 如果你做股票可以這樣 你告訴我你會不會開心 我想這個答案應該是肯定的 你一定很開心的 因為很多人都喜歡幫我們抬交 因為他認同我們的股票 那我怎麼知道 股神系統告訴我的 不是連公司派打電話給我 我不認識他們半個人 懂意思嗎 你再看看這股票 唉唷 這麼多買金訊號 誰會跟我講 你真的有認識公司派 我不認識半個人 連帶信什麼我不知道 我怎麼會認識公司派 對不對 但是我為什麼知道 這樣股票要漲呢 股神系統告訴我的 來特寫 三天前你就要知道 今天跳工你怎麼追 這缺口這麼大你怎麼追 開盤就快漲停了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早知道 是不是很開心 唉唷 是不是很開心 特寫有沒有 來鏡頭拉遠 這兩股票叫什麼 就叫雞啊 有沒有 有齁 來今天有工漲停了 你是不是希望買到這種股票 希望 可是你沒有這個方法 你沒有這個方法 那你永遠在那邊亂買亂做 那最後把錢輸光了 我覺得這都不是一個聰明的做法 所以很多人做股票做得很痛苦 為什麼很痛苦 原因是你沒有方法 那你每次看報紙亂買 第一個價格很高 當你買的成本越高 你的利潤就越小 你的風險就會越大 哪有人做股票 利潤很小 然後風險很大 那你怎麼會贏 沒有人這樣做的 是不是 所以到底要漲到哪裡 你也不知道 中間漲停打開 或是開跌停 你要不要出你也不知道 所以很簡單 一檔股票大漲很多人撞不到 更不要說好的切入點 你沒辦法切入 是不是很可惜 我怎麼樣 那這樣的話 你怎麼在股票市場裡面 贏得很多的財富 不可能的 所以有沒有好的方法 你的方法準備好了沒 你的工具準備好了沒 那如果你沒有準備好 你在股票市場能夠賺到錢嗎 我會覺得很辛苦 銀頭小利有啦 你要賺到大的場合 不可能 所以這個方法 我的方法叫股神系統 你的方法是什麼 我不知道 當然我也祝福大家 能夠找到一個好的方法 那如果你找不到好的方法 或許我們可以做個好朋友 股神系統 你一樣可以跟我們同時擁有 電話打通就可以 我們進段廣告再回到現場 李天朵大林組新日鐵三強聯手 靜心文匯 大與國際投顧 以服務為本 績效為根 專業是我們的責任 誠信是我們的理念 幫您避開投資陷阱 多空雙向操作 創造最大利潤 精準掌握股市賣動 輕輕鬆鬆 助你賣向 財富人生 致富專線 02-2500-6999 02-2500-6999 大與國際投顧 以服務為本 績效為根 專業是我們的責任 誠信是我們的理念 幫您避開投資陷阱 多空雙向操作 創造最大利潤 精準掌握股市賣動 輕輕鬆鬆 助你賣向 財富人生 致富專線 02-2500-6999 02-2500-6999 頭痛 請用五分鐘 爸爸 鵝排氣密窗 專利負的是島塊 尋覓性能超越國家標準3.5倍 有了鵝排氣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這家裡打鼓也是 男友 吹記憑啊 先用記憑啊 五分鐘 鵝排氣密窗 好 歡迎來到現場 鵝排今天漲停板 開盤 插兩塊漲停 一開盤就幾乎漲停板了 稍微整理一下 啵 漲停板 看到沒有 鸡亞 那請問鸡亞有漲很多嗎 還好啊 在這邊整理很久啊 整理3個月啦 這不是剛剛才7漲而已嗎 有些人說 趙明講的股票都漲很多了 這個有漲很多嗎 沒有啊 問題你敢買嘛 你也不一定買得到啊 一開盤就快漲停 你敢追嗎 是不是 看到沒有 當一檔好股票出現 你常常會錯視它 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這個 看不到 所以就算你想買 買一張 又怕了半死 我掛平盤好了 掛平盤 有平盤給你買嗎 你有看到來到平盤嗎 你買得到嗎 不然掛跌艇好了 你買得到嗎 頭都沒有 雖然很多股票機會 你錯失了 我都覺得非常可惜 原因就是你沒有正確的方法 所以就算你看到股票 你也不敢買 就算你買了你也買不多 就算你買到 你也抱不住 那你怎麼可能賺大錢 是不是 來 智晴 今天272了 是不是整理5個月了 打一個很漂亮 原型底 剛要上來了 那如果你在252可以買 今天272了 那不是20塊了嗎 頭子沒有 或許明天再漲 你就賺更多了 是不是 你一定會說 這個股票不是張宇明 你之前買過了嗎 對啊 我之前買過了 之前賺那麼多了 還可以再買嗎 可以啊 問題我等了5個月 我這5個月我也沒買啊 他們打底我就不理他 開始買了 又漲停板了 有 不錯喔 是不是 頭子邊 所以你會發現我報的股票 都是強勢股 對不對 強勢股 為什麼我報的強勢股 因為這樣勝算才大嘛 打仗的時候 沒有人會用弱勢的兵來打 做股票也是一樣啊 你抱著強勢股 你才能賺到錢 不是嗎 再舉例一下好了 來 形象 唉呦 這190跌下來 這都不理他 到了這裡 我才開始跟大家講 這股票要翻多了喔 有沒有 有喔 這沒漲停啊 差一檔 這個也差一檔 但是一段時間之後 唉呦 844了 那你看我多好跟你講了 這股票我們有買 來 已經出場了 不要再追了 684 844 從684到 844 你覺得會不會賺錢 從68到84 會不會賺錢 這當然應該很簡單嘛 對不對 來 計算 36.1 跟你講了 有沒有 2124號講了 當時在這裡 來 跟你講這股票很多 唉呦 又很多嘛 已經要出現了 差一點點了 這沒漲停 這是第三次漲停 上個禮拜五 股這樣來到這裡了 你就要買這種股票對不對 好像對齁 頭這邊齁 今天盤不好喔 唉呦 又漲停盤了 今天是禮拜一 四次漲停 當然你會說 蔡宇你真的有講嗎 這43.8囉 你36.1真的有講嗎 不要吹牛耶 今天43.8 今天36.1有沒有講 2124 來導播請進 2月24號的重播帶 導播請 本股神系統 唉呦 天啊 這幾個買進訊號特寫 我們來數這一段就好了 12345678914 這數不完耶 因為有的重疊在一起 有可能數錯 最少10個以上了 跑不掉了 最少10個買進訊號了 剛剛那一段36.1 在這裡 這張36.2 今天3月17 經過半個多月了 36到43.8 36.1到43.8 頭這邊你就這樣會不會賺錢 找到蜂蜜 就找到花朵 因為蜂蜜要去採花嘛 採蜜嘛 那要找到花朵 花朵才有蜜嘛 找到蒼蠅就找到廁所 如果你有好的方法 你真的怕賺不到錢嘛 我是覺得還好啦 應該有機會啦 來 日陽 在這裡 2月20 跟你講這股票翻多了 來 三支了 上個禮拜五 四支了 在這裡 有沒有創新高 有齁 投票如果你買這種股票 會不會很開心 會齁 來 今天 第五支 禮拜一 3月17 當然你就會講 你當時真的有獎嗎 不要吹牛耶 有獎嗎 真的有獎嗎 今天已經19.35了 在14.9真的有獎嗎 來 導播請進 從不帶 導播請 來 日陽 強不強 為什麼那麼強 原來三千萬多了 投票有沒有獎 一定有獎 有齁 所以做股票難不難 真的不難 但這個方法一定要找到 這個方法你沒有找到 就會比登天還難 懂意思嗎 來 還有嗎 我的標股真的越來越多 我這時間不夠講不完 你看是不是打一個很漂亮的底型 有齁 打完底之後來到這裡 是不是三千萬多了 是齁 導播請 好可惜夠幾天不在這裡 在這裡在這裡在這裡 然後一直上去 你到時候說 哎呀好可惜又沒買到 現在說真的我持股比較多 有人說趙宇敏持股這麼多 不會危險嗎 即使持股滿檔 我也可以像嬰兒一樣睡得那麼香甜 因為我知道趨勢方向是對的 投資朋友 趨勢方向對你就不怕了 股票就會漲上來給你看 包含今天的合一 來投資朋友 自己掌握 一切會變得美好 不要每次聽別人跟你說 買什麼買什麼 這總不是長久之計嘛 你每天看電視買股票 最後都買到高點 最後變得出貨了 是不是很可惜 不要聽別人講 如果有一天你自己知道 你要買什麼 哎呦那真的是非常非常快樂的事 對不對 投這邊喔 賺錢快樂 更大的快樂是什麼 這讓賺錢變得很簡單 因為賺錢簡單 以後你心情變好 身體自然很好 家庭自然就合了 那當然也就是功德無量了 是不是 我這樣是最好的 來 要享受操盤樂趣的 請你看股神系統就可以了 你沒有時間 你資金部位比較大 我帶著你操作 把電話打上就可以 我們明天再見 謝謝 謝謝你的幫助 讓我們有一個溫暖的家 想幫助別人 卻不知道該怎麼做嗎 提醒您 多的空屋可以透過租屋服務平台 租給有需要的人喔 不僅可以免費張貼租屋訊息 最高每年還可獲得 一萬元的修繕補助喔 目前已有六個縣市 加入租屋服務平台的行列 請上網查詢詳細說明 租屋服務平台 愛屋及屋 一起來 內政部營建署關心您 大於國際投顧 以服務為本 績效為根 專業是我們的責任 誠信是我們的理念 幫您避開投資陷阱 多空雙向操作 創造最大利潤 精準掌握股市脈動 輕輕鬆鬆 助你邁向財富人生 致富專線 02-2500-6999 02-2500-6999 大於國際投顧 以服務為本 績效為根 專業是我們的責任 誠信是我們的理念 幫您避開投資陷阱 多空雙向操作 創造最大利潤 精準掌握股市脈動